Hello 大家好 那么苹果的AirPods Max终于发布了 而且是在官网偷摸发布的 这个发布的时间点正好是我昨天发布 HomePod mini评测的视频这个时间点 可以说是完美的聚集 这个视频的流量全被AirPods Max给拿走了 这那么谁还看我的HomePod mini评测 你那个偷了 所以当时我就怀着一种非常愤怒的心情 去苹果的官网看了一下 苹果的新产品还是要从它的宣传片开始享用 当时我看完之后我就完全失掉了 苹果在旁边也是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说赚个3699就差不多了 好 我们点击进一步了解 然后点击购买 随便选择一个颜色 我们先来看 这个价格没错 这个价格就达到了4399 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的变态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 苹果何德何能 就敢把AirPods Max卖到4399 549美元这么高的一个价格 所以我们现在首先来看一下 它的设计 它这个设计我第一眼看上去 我就又一次完全的失掉了 大家可以看到顶部 这是一种非常原创的这种造型 之前完全没有看过 它是这种非常紧的紧身的丝网的结构 然后这里面应该都是铝合金材质 然后包的外包皮 它都是按照苹果官网的说法 我们来看一下 外包裹的材料触感柔软 兼具出色的强度弹性和舒适度 这个非常不错 然后这一部分同样的是使用了这种铝合金的材质 这个官方的名称叫做伸缩套杆 既能顺畅延展也能稳定在我们想要的位置 配戴起来非常的紧致 然后很贴合 然后到了下面就是耳机最重要的两个耳罩的部分了 这个耳罩使用了这种铝合金的材质 看上去非常的有质感 然后官网讲其创新的构造 可以使两侧的耳罩都可以独立的进行旋转 平衡耳朵承受的压力 当然这一部分还是需要实际的体验之后 才能感受到它到底说的是个什么东西 而且不同于其他厂商耳机千年不变的黑白配色 苹果给我们提供了五种色调 让我们无法再低调 让我们再高调一点 大家看一下这一共是五种颜色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这种白色白色网黑色网 还有这种从来没有见过的蓝色色网 还有偶尔会见到的这种红色色网 还有这种绿色色网 这个也是第一次见过这种颜色 总之整体的颜色还有设计 我个人还是非常的满意的 在五种颜色里面 我个人应该还是会选择黑色 因为浅色的话毕竟是耳麦 我们它会非常紧致的贴合到 我们的皮肤耳朵这边皮肤 还有头发这样的 所以说非常的容易脏 在这里肯定就有朋友就说了 耳电它是支持这种磁力吸附的 我们可以进行随意的更换 你买白色之后脏了 你再换一个不就完了吗 当然是可以 但是这个价格 我看了一下据说它的一个单个的价格 达到了499一套的话 可能会达到499乘2等于998 在机身上一共只有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就是数码旋钮 它就相当于Apple Watch上的数码表观 它俩其实是同样的东西 在Apple Watch上使用数码表观旋转的时候 它有这种触感和声音的反馈 这个感觉非常不错 这次搭载到了AirPods Max上 感觉应该非常的不错 另外它右边的按钮 我们按下去 就可以通过它来快速的切换通道模式 或者是降道模式 我看到耳机造型的部分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这次我们购买AirPods Max之后 苹果还会赠送我们像这种 女生非常喜欢的这种包包的这种智能耳机套 大家看一下 这个造型我个人感觉非常的beautiful 这是第一眼的印象 再仔细看的话 就感觉耳机套有非常大的问题 首先是它的保护的功能 这次AirPods Max 它使用了这种铝合金的材质 所以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出现这种划痕 应该是 但是如果使用这种保护套的话 它边缘大家看一下 都是裸露的 这边这边这边 全都是裸露的 所以它基本能保护的部分 就是大面积的这一部分 就是两个圈圈这一部分 然后耳机杆的这一部分 它是完全不能折叠的 所以它就是裸露在外面 然后拿在手里 就感觉像一个包包一样 非常的beautiful 而我个人来讲 非常期待的 就是之前一直传闻的 AirPods 当时还叫studio AirPods Max 它是可以进行无线充电的 苹果会给它制作的一个 这种无线充电智能保护壳 但是没想到来了一个这一处 这个确实有一点没想到 苹果如果把这个东西给拿掉 直接配件的话 有一个AirPods Max 再来一个USB-C连接线 把耳机套和充电器给拿掉的话 没有充电器 这样的话 它的价格会不会更低一点 4399 咱们给弄到3699 不更好 所以说这样的配件组合 再配合上这么高昂的价格 它的销量肯定是会有影响的 我们看一下发货时间 现在预计发货时间只需要10到12轴 我跟他们说完AirPods Max 它的设计价格 还有它的一些简单的按钮的功能之后 我们再来说一下耳机最重要的 它的音质的部分 这次AirPods Max 它左右耳罩里面 各安装了一个H1芯片 这个H1芯片 是AirPods 2代里面的H1芯片 它是同样的 而AirPods Pro 它是基于H1芯片的什么 我看一下 基于H1芯片的System in Package SIP封装模块 其实应该也是属于H1芯片 这次AirPods Max 它是装了两个 所以它的整体的这种降噪 还有它的什么自适应均衡 这种功能 应该会得到更好的发挥 而且在苹果AirPods Max 这个页面里面 苹果也对音质 进行了大幅度的宣传和洗脑 大家看一下 AirPods Max 即高保真音质和先进的 主动降噪于一身 总之可以刷新我们对通透感的认知 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还是没太听懂 这个意思就是它的低音 中音高音都非常的不错 然后整体的音质确实是非常的好 然后通过这个H1芯片 AirPods Max可以提供这种计算音频技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创造突破性的听觉体验 然后自信均衡 跟AirPods Pro里面这个功能是一样的 而它会听我们这个声音 在耳道内的这种声音的反馈 然后进行进一步的计算 然后再给我们还原出 最真实最完美的每一个音符 所以它这个音质 我还是不是特别担心 到时候正式上市之后 肯定又会被大家疯狂的跪舔 另外这边还提供了空间音频的功能 这一部分的话 大家可以参考我过去的视频 AirPods Pro 它也是支持空间音频的 但是想要体验这个功能 我们需要有特定的视频 去支援这个功能 所以这个比较鸡肋 大家想看的话 可以去看我之前那个视频 OK 这些就是我对AirPods Max纸面上的 非常简单的一些初步的感受 那么AirPods Max我也会第一时间勾入 但是韩国现在还没有发布发售的时间 我会通过各种渠道尽快拿到AirPods Max 然后给大家分享第一手的开箱品的视频 在这边的视频